高兴兴想买个车 结果却被蒙在了鼓里 买到一个事故车 这开也不是 退还不给退 这哥谁能不闹心呢 而且后期在朋友的提醒下 鲁先生也去工商局调查了这家店 发现这家店连营业执照都没有 这鲁先生更心寒了 因为商家不同意退车 胡雪松后期也逼而不见 自来想去 鲁先生决定将当初与他签合同的胡雪松起诉至法院 根据鲁先生的情况 法院也审理查明了案情 并且做出了判决 因为这个案子吧 他是签了一个车辆买卖销售合同 被蒙在合同当中 承诺车辆无重大事故 那么相当于这个是合同内容的一部分 那么他就应当按照合同约定 保证这个车辆没有这个事故 没有重大事故 当然一般的小刮小碰有喷气 可能我们按照正常的业 也不认为是重大事故 但是在实际这个实用当中 申请人通过维修 就发现了他原来这个维修的记录 被这些在实际实用当中的维修的记录 这个记录显示出一共有24处维修 在24处当中就包含了这个车框 门窗还有这个元宝梁 这个气囊多处气囊有维修的这种痕迹 出卖方将钱返还给这个购买方之后 购买方也应该将这个车辆返还给出卖方 经过两级法院审理 最终法院判定胡雪松给付鲁先生购车款等各项费用 共计17万余元 鲁先生将车辆返还给胡雪松 并在一个月内将车辆抵押解除 办理过户 判决生效后 因为胡雪松没能履行判决 2021年11月3日 案件进入执行阶段 本案受理执行案件以后 依法在银行查控系统对被执行的名下财产进行查控 那么也发现申请人名下没有车辆 无方产 银行存款也没有 我们根据申请人留存的电话 多次拨打被执行人的电话 那么均是关机停机状态 一直没有接听 被执行人胡雪松一直玩消失 他到底去哪里了呢 2022年1月24日 申请执行人鲁先生提供线索 发现了被执行人胡雪松的踪迹 于是执行法官迅速出发 前往鲁先生提供的地点 居传胡雪松 有人没 胡雪松在吗 胡雪松 开门了 来 我反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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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开门来 是护卷同事吗 好 我反应的执行局的 有点提论吧 这个你跟这个鲁峰 无非有一个 买那个汉拉达的一个 对 您进入执行程序 多次打电话你也不接 你接下来呢 依法传惯你 老婆呀 然后你收拾收拾 带上这样 收拾手机 跟我们一起去吧 听完执行法官的话 胡雪松也没多说什么 转身而回屋换了衣服 就跟执行法官 来到了沈阳市 黄姑区人民法院 据胡雪松说 他就是个二手车行的销售人员 卖车钱也没到他手 钱都被老板拿走了 可是胡雪松既然只是销售人员 为啥当初签合同的会是他呢 说吧 你大概说说 你现在说我听见的 我觉得正常在厂厂厂板 车里面 店里边有车 或者或者别人家有车 然后给咱们去卖 从中那个段级点提成 基本上就是这种 你干多少时间了 在这个厂 二年啊 老板是什么年了 没有人也知道 他就是所谓的老板 买叫我朋友高雷 有没有知道 没有知道 那你卖卖车都是 用费的名义签吗 不是用费的名义签吗 一百千万上是 胡雪松说 因为他所在的二手车行 没有营业执照 所以车辆买卖 基本都是以销售们的 个人名义进行 因为他是鲁先生的销售 所以合同也是他来签的 你卖这个车的收拾 谁是会 车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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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谁收拾 时间太长了 我记不住 好像不是我收拾的 你的钱收得几个 他当不让我早上了 交了手付钱 把费馆钱 就当了自己操作 你是贷款的 过去就是贷款的 是吗 我贷款 那收拾钱就是谁的 他就是当初让我早上了 我这钱 老板卖 不是他本人 对不是 按照鲁先生的说法 当初这车的首付款 的确没经胡雪松的手 可跟他签车辆销售合同的 是胡雪松 从法律上来讲 他想追责 也得找胡雪松 这个贝极人员到案之后呢 据他自己陈述说 他是在二手车行 他是二手车行的销售人员 但是呢 车行没有这个正规的营业执照 所以在实际买卖车辆当中呢 都是用销售人员的 个人名义 跟这个购买方签订 这个车辆买卖协议 所以那么白岸 他也只能 这个购买方也只能依据合同 来向这个个人来主张权利 而不能向这个车行 因为车行他没有经过 正规的注册手续 老板他应该是有钱 老板肯定有钱 但你现在反正是要判 你又判的不是你 对 他要判的 他要判老板 我找你干啥呀 对不对 我找你 你的早跟我们爬了 这种当时说白了 当时就是洗漱钱 反正这事怎么说呢 洗漱钱你要是把他给带上 这事就好办了 现在就是 就是他属于那种打手了 我我了 你自己愿意咋吧咋吧 然后就交我大钱的钱 那就是这个事 还得我自己拒绝 我自己 关键他也没有永远执照 对不对 我怎么起诉人家 我只能跟你先的合同起诉 对吗 当初也挺信任你 跟你老老平好 胡雪松呢 一直强调的是 他作为销售 在卖别人的车 出了问题 鲁先生不应该执照自己 咱们说呀 合同上的白纸黑字 你胡雪松签的字 鲁先生追究你的责任 毋庸置疑 再者说呢 你作为销售人员啊 首先要明白出售商品在于诚信 胡雪松明知车辆存在问题 销售时还故意隐瞒 这种行为 你自己电量电量算啥啊 所以呢 别管人家鲁先生 是不是追究车行的责任 在合同的主体上 你就得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没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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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行为 你财心的责任 不需要责任 那么责任